所以这个这个常常 这个我们再一次 现色 选他 好 这边的话呢 追踪特别注意 二地线架构 这个这个线 其实很很容易就会被 被这一个 这个这个干扰 看一下 我用 用那个 架构线 这一次 选这个物件 这个 这个 或者好吧转转一个方向 转一下 因为他很容易被这个面 把它转 转过来之后 按shift 这样的 然后利用这个 再把这个 这个部分 转一个正方向 那极座标的好处就是说 他也会是虚线出现的 再把它点一下 另外按一个空白键 然后最后的话呢 记得就是再把它转回来 把它转回到东南 东南 然后把这个线的部分 全部再把它做一个 做连击 连击之后 因为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圆角 空白键 接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有 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跟这边要做圆角 所以圆角的部分点一下 然后我们选 第一个物件在这里 这一条线 点一下 OK然后半径为多少呢 半径为5 5Enter OK 然后呢 再选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 点一下 选的第二个边 就是按空白键 好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再把它切到东南 灯角 那并且用概念的形式来看一下 OK 然后按序的键 转一下看一下 另外一边也有 也有写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